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试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三老师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进行面试专题的一个分享 面试专题这一块而言的话呢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是在常见的一个过程之中 经常就是会遇到的一些面试题 那在这一块而言的话呢 就跟大家去选取了 就是我们进段时间 武汉这边有班级的话呢 他们在面试过程中有遇到了一些面试题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里面 我们这个图片里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十三题 它上面就是问了一个面试题 就是说不定宽高的子低IV 水平垂直居中于负DIV的几种常见的实现方案 那像这个啊 就这种类似的一些问题呢 那在我们的一个面试里面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的常见的 那再比如说像我们 就是前段这一块 HTMLCS比较基础的一些问题 再比如说有第十五题 谈谈浮动和清除浮动 那浮动大家都知道 对于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个布局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CSS的一个重要的属性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着重呢 从两个方面呢 去跟大家进行一个面试专题的一个分享 那首先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题目 就是不定义宽高的什么子元素啊 不定义宽高的子元素DIV水平垂直 与负DIV的几种常见的实现方案 那从字面去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为子元素 它是没有宽高的 也说我们准确而言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给子元素去设置任何的宽高 但是负元素的话 它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区域的啊 也就是说子元素 它是要在负元素里面做一个水平 垂直居中的一个效果啊 那也就是我们第二张PPT 给大家看到的一种效果 比如说我们这个红色的一个盒子啊 红色的盒子里面呢 放的一个不知道啊 它的一个宽高大小了 这样的一张图片 那让这张图片的话呢 在我们的这个负极的这个元素里面呢 做一个水平垂直居中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有哪几种实现方案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代码区 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哎我们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实现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问题描述一下 子元素不设置宽高 在负元素里面水平垂直居中有几种方案 实现方案 OK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首先肯定要有一个负极的盒子 那我们就取个名字叫什么呀 叫parent 是负极元素 然后里面的子元素呢 我们就用一张图 因为这个图片的大小了 我们也不知道啊 给他取个名字叫chart了 那对应的呢 我们就来给他设置对应的一个css的样式 我们就用我们的内部样式写法 首先把默认的啊 兼具区点 marking为0 padding也为0 parent的话呢 我们来给个宽度 给个500相数 高度的话呢 我也给个500相数 给个背景颜色 给个红色的背景 那chart这一块呢 啊 他上面说的chart的话呢 他是没有自己的什么啊 没有自己的宽度和高度的 那我们就让他自己去自适应啊 好 给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我们浏览器去打开看一下 moren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打开之后 大家会看到呢 我们的一个红色的盒子里面呢 有一个是吧 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的一张图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让这个二维码的这个图呢 水平垂直于这个红色的盒子区域里面 那我们的这个图片呢 他的宽度高度我们又不能给啊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marking 我们的那个什么padding啊 具体的那个去测量了值 可能在这一块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效果了啊 那么我们其实常见的除了我们可以去 是吧 计算的值之外的方法的话 我们也有很多啊 也有很多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借助我们的一个什么做呢 我们的一个定位去做 比如说让我们的一个子元素啊 让它相较于谁呢 相较于负元素做一个什么 绝对定位啊 比如说left给多少呢 给0 right也给0 top也给0 还有我们呢 对应的bott也给0 然后呢 margin 是吧 让它自己去做一个适应 那对应的负元素呢 因为它是相较于负元素所做的一个定位 所以负元素身上一定带有定位的属性 好 接下来我们去页面刷新看一下效果 还没有 它是不是实现了一个水平垂直居中 这样一个效果 你看这一块呢 我们没有给它做任何的计算 也就是说 紫元素的宽高 我根本就不知道 啊 根本就不知道啊 然后这种方法的话呢 也是我们去实现一个小盒子 在一个大盒子里面去做一个水平垂直居中 里面比较经典的一种方法 那我之前的话 一直跟学生去讲这个 要如何去记它呢 啊 也不用刻意的去记啊 比如说像这个 它其实这一块真正运用到的一个原理的话 也就是左边想让它去 右边想让它去 上面也想让它去 那对应的下边呢 也想让它去 但是呢 它不可能去到四个边都在 对不对 那干脆就自己来了一个什么 四条边都来了一个O2 这是应啊 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 就是实现一个 不知道啊 为定义宽高的一个子元素 在一个负极的一个盒子里面 做一个水平垂直居中的一个效果的 第一种方法啊 第一种方法 我们用我们的一个定位去实现 那么对应的 我们的第二种的方法的话呢 啊 我们也用定位去实现 啊 也用定位去实现 但是用定位的话呢 我们肯定就不会用这种方法了 啊 我们就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 CSS的一个 是吧 我们的一个 全死缝啊 动画属性去设置 也是结合我们的定位 一起实现 那如果说是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的 Lapt 我们就给多少呢 给50% Top 给多少呢 也给50% 那么给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页面团出现的一个什么效果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Lapt 50% 这个50%是相较于谁的50% 那我们从我们页面的效果来看的话呢 那我们的50%的话呢 就是相较于我们整个负极的红色盒子的 是吧宽度的50%啊 那对应的Top 50% 那对应就是我们负极盒子高度的50%去做了一个位置移动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做了一个位置移动 大家会发现我们整个的一个里面的子元素呢 是靠右下啊 右下这个位置待着的 那如何让它是吧 居于整个盒子中间待着呢 那就需要我们把整个图片往左移它自身的一半 以及是吧 向上移它自身高度的一半 那才可以去做到 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到我们的一个CSS里面的一个动画属性叫什么呢 叫全时 移动位置的属性 我们叫全时内对应的以X轴平移多少 往左平移的话 我们就给个负值 自己的啊宽度的50%就负50% 那对应的上边走也是取一个负值 也是多少负的50% 那这里的这个50%的话呢 指向就不一样了 这里的50%是指的自己自身的宽度的50% 第二个指指的是自身高度的50%啊 那接下来我们去页面看一下效果 来刷新看一下 看啊啊 这一块呢 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未定义宽高的子元素 在一个负值的一个盒子里面呢 做一个水平垂直居中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种实现方式啊 第二种实现方式也是运用到的定位实现的啊 也是运用到的定位实现的 那第三种方式呢 那我们也有第三种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我们的一种页面布局的方式 用什么呢 用我们的弹性核去实现 那我们这一块就不需要运用到我们的定位了啊 我们直接运用我们的弹性核 那弹性核这一块呢 啊 有了解过的同学应该知道 我们弹性核呢 属性的话呢 总共有13个属性 添加在负值身上的话 总共有7个 添加在子元素身上的 总共有6个 啊 那这一块呢 我们就直接运用添加在负元素身上的属性来实现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得让我们的这个外层的负元素这个盒子 得让它变成什么呀 变成我们的一个弹性核 那变成了弹性核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让里面的子元素呢 设置一下对齐方式 为局中的一种对齐方式 这是我们的啊 默认的轴呢 是以X轴啊 弹性核默认的轴是X轴 也是横轴为主轴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啊 大家会发现图片这一块好像是被拉伸了啊 但是它是做了一个水平局中的一个效果 看到没有 啊 那对应的话呢 我们也需要给图片呢 是不是做一个垂直局中 也是交叉轴 垂啊 这是对齐方式 那交叉轴对齐方式的属性就是我们的什么 啊 align items 为什么呢 也为center 就是交叉轴呢 居中啊 交叉轴居中 然后我们刷新看一下效果 看没有 这一块呢 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为定义宽高的子元素 垂直啊 水平垂直与负极 DIV盒子啊 运用到这一块呢 基本上也没有运用到我们的子元素身上添加任何的属性啊 我们是直接在我们的负极身上去添加了啊 对应的弹性和的相关的属性就可以这样去实现啊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种实现方案运用到的我们的一个弹性和啊 去实现的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种实现方案 那最后一种实现方案的话呢 那我们这一块呢 就可以运用元素本身的类型啊 去实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运用元素本身的类型的话呢 那这一块而言的话 那首先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我们知道它里面的这个元素的话呢 如果啊 图片刚好它本身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行内块元素吧 那如果说它换的是其他的元素呢 是不是就不一定是行内块吧 那首先第一步这一块呢 我们需要将此元素让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我们的一个行内块元素 因为我们知道行内块元素的话 它是既具备行内元素特性 是又具备快状元素特性啊 也就是说行内的相关的一些属性的话 运用它身上也是生效的 那快状元素相关的属性运用在它身上也是有效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 就刚好可以运用一下我们行内元素一个水平居中的 针对于文字啊 这一块的相关的处理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啊 在附级身上加一个text 为什么呀 为center 哎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图片 是吧 也是我们的一个行内块元素做一个什么呀 水平居中的一个效果 啊 那么对应垂直居中的这个效果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记住一下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行高啊 行高 比如说那我们负元素的高度这一块我们肯定是知道的啊 那我们的行高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负元素的一个高度就可以了啊 但是这个实现的话只能针对的是文字垂直居中的一个效果 因为linehead主要是针对文字这一块运用到的比较多啊 那我们的图片呢 刚好呢 它又是随着文字的啊 这个行高的一个变化 它也会跟着相应的去动 那图片这一块呢 就紧贴着文字的一个基线对齐 也说它这块没有真正做到一个垂直对齐垂直居中对齐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给我们的此元素再加一个什么属性呢 加一个行内块专有属性 Vortical line为什么呢 为B的啊 为B的 那这样的话呢 才能让我们的一个是吧 子元素水平垂直于居中于我们的一个负极盒子 来我们刷新看一下啊 那这个的话 这种方法的使用的话呢 主要就是运用到的我们的一个啊 元素的它本身的一个特性 以及元素特性 就是它之间的一个类型的互转 啊 主要运用到了就是这一块 其实也有运用到我们的行内块元素独有的一个特性 Vortical line垂直对齐方式为居中的这种方式啊 这个也是可以去实现啊 为定义宽高的子元素水平垂直居中于负极的盒子啊 那以上的话呢 这四种方式呢 也是我们平时啊 就是常见的几种实现方案啊 特别是针对这种子元素没有设置任何宽高的情况下 比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宽高的情况下 在一个负极里面做一个水平垂直居中的啊 一种效果啊 那以上这常见的话就是我们四种 那其中使用最频繁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种和我们的第二种 是我们平时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以及我们的弹性核啊 是使用最多的啊 几种实现方案 好 OK啊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面试题这一块呢 就是大家如果说后期在有面试的时候 有遇到这种问题 那你就得去知道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